好新闻头条 我们先来看到不甩联准会放割 好中央银行在昨天召开了第三届领监市会 那么决议重点献贴维持是在2% 那么但是祭出历年最重的大方组合权 除了提高存准率一码 也就是0.25个百分点 更端出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包含名下有无就无宽限期 第二户房贷现贷最高五成 并扩大到全台适用 反而购置住宅还有自然人购置豪宅 以及第三户以上房贷 余物贷款最高成数是降到了三成 打房的力道之重是前所未见的 所以主要就是为了要遏止房市过热 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 昨天就宣布了这样一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以四季重拳外加调升存款准备率一把 来收紧资金 也宣示央行要教训投机客与炒房组的决心 另一个焦点来看到 大陆将要停止三十四项台湾农鱼产品 进口免关税一事 小央席传回产地引发热议 台东的市家农就担心 恢复关税会更难销售了 而且会考验大陆市场的接受度 恐怕对农民来说是再次的打击 不过在云林的木瓜产地 则不见愁云惨物 农友拍胸脯的强调 农产品质好到哪里都抢手 冲击不大 那至于各品项的影响程度会有多大呢 多数人还在观望